你在做青少年事工并殷切盼望能帮助他们在信心上成长 但是你如何才能看到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 他们在多大才能做好准备去代理门徒呢 大多数情况下 儿童和青少年都被排除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之外 但事实是 所有11岁的孩子都能顺服基督带领门徒的命令 他能帮助他的弟弟理解上帝的话语 他能帮助他同学做作业 带领他来到耶稣面前 他们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让他们更接近上帝 基督说 要带领门徒无关乎资格 也没有先决条件 他邀请所有信徒和他一起参与到这个使命中 带领门徒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个课程 这关乎与上帝和他人建立深入的关系 不仅仅是知识而已 而且 这个带领门徒的过程背后还有一个秘密 我们通过帮助他人成长而成长 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成长 是每一个信徒灵敏成熟的秘诀 不管你是11岁还是111岁 不要阻碍青少年在基督里的成长 而要鼓励他们帮助弟兄姊妹成长 支持他们帮助朋友伙伴成长 激励他们遵行基督给每一个信徒的命令 去带领门徒 再见 感谢观看